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一角是几元几角呢?是一元七角 下面有一个一元硬币 两个一元硬币 一个一角硬币 这个是一角的纸币 所以有两个一元就是两元 两个一角就是两角 下面日幅图 一张一元纸币 一张一元硬币 所以是两元 一个五角的硬币 所以就是五角 有五分的硬币 二分的硬币和一分的硬币合起来是八分 所以一共是二元五角八分 你听得了吗? 我们来换算一下 一元等于几角呢? 回一下上节课学到 对 一元等于十角 一角等于十分 四十角 就有四个十角 四个十角 是不就是四元 六角等于几分呢? 一角等于十分 六个一角就是有六个十分 五个十分 四方一元 下面我们来认一认 我们看这个是二元的纸币 我们观察一下 它的正面是有两个少数民族女生的头像 背面是山河的风景图 你记住了吗? 记一下它的样子 我们再看这张人民币 它是五元 观察一下五元人民币 它的正面是毛主席项 背面是山的风景图 记一下它是紫色的 你记住了吗 这张纸币它是十元纸币 我们看一下十元的正面是毛主席项 和五元一样 背面是山盒的风景图 它是灰色的 这张纸币是二十元 二十元的正面也是毛主席项 背面也是山盒的风景图 它是金色的 记一下 这张绿色的是五十元纸币 五十元纸币正面也是毛主席项 背面是福达拉公项 这张是一百元纸币 一百元纸币正面是毛主席项 背面是建筑 它是红色的 一百元纸币要比五十元大 五十元要比二十元大 你记住了吗 好 下面我们来换一换 大家看 一张两元可以换几张一元呢 两元就代表两个一 一元呢代表一个一 所以一张两元的可以换两张一元的 一张五元的可以换五张一元的 一张十元的可以换十张一元的 一张十元可以换几张五元的呢 一张十元可以换两张五元 记一下 我们接着换一张二十元可以换几张十元呢 二十元就是两个十 十元就是一个十 所以一张二十元可以换两张十元 一张五十元可以换五张十元 一张一百元一百就是十个十 所以可以换十张十元 一张一百元可以换几张五十元呢 一百是由两个五十组成的 所以一张一百可以换两张五十元 记一下 下面我们来换一换 六元八角怎么换呢 你想一想怎么组成六元 怎么组成八角呢 我们看我们可以先组六元 有一张五元的纸币加上一张一元的纸币 再组出八角 有五角的硬币和三个一角的硬币 看看是不是五元六元 五角六角七角八角是六元八角 下面组成三十八元四角 三十八元我们先组三十 有一张二十的和一张十元的纸币 是三十元纸币 再组八元五元纸币和三张一元纸币 是三十八元四角 我们可以组四个一角硬币 所以是三十八元四角 好 读学们 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